美国最高法院6月23日以8比1的投票结果裁决允许拜登政府限制移民逮捕 同时法院还裁定对政府指导方针提出质疑的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缺乏提起诉讼的地位 该案件的决定标志着拜登政府的重大胜利 此案争端的中心是由国土安全部长亚利杭德罗马约卡斯在2021年签署的备忘录 是ICE允许将其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逮捕和驱逐对公共安全 国家安全和边境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移民方面 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官员在联邦法庭提出了备忘录 称这限制了ICE完全执行拘留某些移民的移民法 德州和其他共和党州成功说服法官推迟了第42条边境限制的终止 恢复了一项要求寻求庇护者等待在其墨西哥的美国法院听证会的政策 各州还确保了对大多数驱逐出境的一项拟议的100天暂停措施的裁决 关闭了针对梦想家计划的延期行动 并停止了一项快速的移民释放政策 旨在减轻边境设施过多的人满为患 在各州说服下级法官阻止该政策之后 最高法院同意去年审理此案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6月23日发布 关于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入境功能的10年多次签证予以补偿的有关安排 通知指出 持有中国驻外签证机关对于2020年3月28日之前 按双边互惠协定签发的多年多次签证的美国公民 其签证因疫情原因于2020年3月28日至2023年3月14日间临时失去入境功能 可申请补偿 但2020年3月28日以后 以或发新的多年多次签证或境内居留许可的 则不再对原多年多次签证予以补偿 申请人在签证到期失效后可自愿选择是否办理补偿 选择补偿的使领馆免费办理3年多次签证 选择放弃的使领馆为申请人审发新的10年多次签证正常收费 补偿签证按正常签证申请流程和材料要求申办 为做好相关工作中国驻美使领馆自即日起不再受理10年多次签证 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同类签证申请 当事人可待签证到期失效后自愿选择是否办理补偿 由于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增加 加州许多县市的最低时薪标准将在2023年7月1日再次迎来一波上调 不少地方县市已发布更新公告 并要求雇主张贴在员工的工作场所显眼位置 为者将受罚 洛县县属地的最低时薪将从每小时15.96美元上调至16.90美元 洛杉矶市则上涨至每小时16.78美元 巴萨迪纳市上涨至16.93美元 圣塔蒙尼卡市上涨至16.90美元 马里布市上涨至16.90美元 西好莱坞市上涨至18.86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要求最低公司高于州最低公司的地方法令 特别规定了该市或县法律何时涵盖在 该管辖范围内工作的员工 比如洛杉矶县的劳工条例 对其管辖范围内每周工作至少两小时的员工 拥有管辖权 即使雇主位于该县以外地区 因此雇主应审查其雇员所属各个行政县处地 以确保遵守各地方的要求 加拿大议会6月22日通过了强制Facebook和谷歌等科技巨头 就新闻链接向加拿大国内媒体机构付费 加拿大政府表示 在线新闻法案旨在解决过去20年来 加拿大新闻出版商广告收入急剧下降的问题 该法案要求这两家公司与加拿大新闻出版商签订协议 如果新闻内容出现在他们的网站上 且帮助这些科技巨头赚到了钱 他们就需要为此付费 Facebook已警告说 此举将迫使他在其平台上封锁加拿大用户访问新闻报道 就像该公司两年前在澳大利亚采取的做法那样 谷歌也已表示 可能因为该法案在其加拿大搜索功能中限制提供新闻内容 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部长巴伯罗·罗德里格斯承诺 如果谷歌和Meta封锁加拿大新闻 将会对此进行反击 随后将与这些公司进行会谈 加拿大的传统媒体和广播公司对该法案表示高度赞赏 认为法案将提高数字新闻市场的公平性 并有助于为萎缩的新闻公司带来更多资金 再来 把这些公司进行得不是网站的公司 所以我发现了一个公司的公司 赞那里的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